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虾堂扩建 寻找新场地接连失败 看能否带领养殖户渡过难关 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返乡创业青年无殊胜 养殖澳洲淡水小龙虾的故事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021年10月6日 一场12级台风过后 海南省海口市石山镇如安村的一个养虾基地 变得一片狼藉 前几天的这个12级台风刮垮我们防淘网 导致了我们大部分的虾外逃了 虾正在加固它 吴书胜是如安村的澳洲淡水小龙虾养殖大户 这几天他遇到了自返回家乡以来最糟心的事 突如其来的台风让它的龙虾养殖基地变成了一片汪洋 台风过后让无数胜担忧的事出现了 大量的龙虾被冲跑了 我清点了一下每亩的话跑出去有两三百斤左右 我这里有二十亩跑出了五六千斤左右的虾 这个打击对我还是蛮大的 因为再过两个月之后它就可以上市了 辛辛苦苦几个月养出来的虾就白费了 特别的沮丧 特别的累 澳洲淡水小龙虾颜色为青绿色 因此又被称为小青龙 与普通小龙虾相比 小青龙的体型更大 含肉率更高 使它的价值也高于普通小龙虾 这次台风袭击 无数胜初步估算 养殖基地的龙虾被冲跑了近半 直接损失达三十多万元 这个台风对我们这边影响挺大的 持维挺高的 然后所有的虾它们都跑糖了 所以现在要去抓它们做一个整体的分类 查看几个虾糖下来 无数胜又多了一份担忧 各个虾糖里的虾 大的小的竟然混在一起 如果不能及时分解出来 还会产生更大损失 今天过来抽一下这些水 咱们抓一下这个糖的这些虾 这会有大虾跟小虾在里面吗 台风影响了之后这些水都没过了这个堤坝 然后所有养内糖的 它们都串糖了都去跑了 所以我们要进行去分虾 以免大大小小的混合在一个糖内 大虾就会去吃小虾 然后还有抢料 大虾可以吃到料 小虾它吃不到料 小虾吃不到料的话它长不大 所以我们要进行去分虾的 时间紧任务重 为避免更大损失 吴书胜找来了自己的表弟 吴书鸡一起帮忙分虾 看 这个咱们放进去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就是让它从这上面 这样子爬进去 刚刚接到一个客户的那个电话 现在不要急了 赶去他们店这边跟他去协商一下 我现在马上要打造夜宵 夜宵呢我要重推你的小虾 我一天可能需要一两百斤这样子 你能不能给我做保证啊 一 有没有问题 这个的话就是如果前段时间的 这个台风我的虾 没有跑出去的话 那我的这个供应是没有问题 但是因为 你虽然我都有点不敢跟你合作了 我现在这个量上来了 你一定要保证 我这个量的供应 还有一个质量 你刚刚吞吞吐吐的 我现在对你能不能做到 我有点产生怀疑啊 台风带来的影响 已经让他损失惨重 按照和客户签订的合同约定 未来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办法及时供货 吴书胜还将面临一大笔违约金的赔偿 几天来发生的种种变故 让吴书胜十分头疼 养虾之余 每晚吴书胜都会去村里 给村民们培训创业课程 尽管心情沉重 吴书胜必须得马上调整好心态 知己知彼百战什么 战 百战不战 对 那所谓我们知道客户 他的需求是什么样了 对不对 那我们接下来是要怎么去做了 吴书胜带着养殖小青龙的成熟经验 回到家乡 希望通过养殖小青龙 带动家乡产业发展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 这些知识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少走两万路 能通过我的这种传授了之后 学习到一些专业性的知识 改善于自己的生活 个人比较欣赏的一句话就是 受之于不如受之于 我所付出的再多的艰辛的话 都是觉得值得的 我的目标是在我们村去建设成为海南省第一个澳龙主题公园 让更多的人能来我们村参观 能留得下脚步 给我们村带来一些经济效益收入 然而事业刚刚起步 就因台风的到来 让它焦头烂额 分检龙虾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客户的催促也一直萦绕在耳边 经过现场检查 吴舒胜找到了台风袭来后 导致虾糖积水 龙虾串堂的直接原因 是虾糖的排水系统出现了问题 我里边还在养着虾 是没有办法去修复这个排水系统的 需要一个新的坛口 来去把我这个旧的坛口 发现的这个问题去完善于它 以免下次台风来的时候 同样的问题同样出现 排水系统问题如果不得到解决 风险依然存在 就不敢轻易投放新的虾苗 眼下对于吴舒胜来说 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是 尽快找到新的地块 扩建起新的虾糖 这样虾的产量才会有保证 这里的地不行 植物太多了 高地落差太明显了 也藏不住水 这个不行 再看下一个吧 回想当初 吴舒胜就是因为看到 家乡的土地大多都闲置了 村里的老年人都种不了地 而年轻人又都在外地务工 看着大片大片荒凉的土地 吴舒胜很是心疼 他想着自己在外面养只小青龙 也算小有成就 目前也有稳定的市场资源 经过一番思考 吴舒胜决定回乡创业养虾 这里还是比较适合去养殖澳洲淡水小龙虾的 因为这里的地势是可以藏得住水的 附近也没有比较大的农作物 去排放一些污染污涂来 吴舒胜看好了几块合适的地 决定去老乡的家里商量土地的租赁 你好 有事吗 我是下边养虾的那个 然后我们就是打算明年去扩充一下 咱们这个场地 看了一下就是咱们下边的那块地 比较适合于咱们去养这个虾 所以我想说和咱们来去租这个地可以吗 不行不行不行 这边说不行 主要是考虑到一些什么问题呢 第一就是那块地我们怕你破坏 第二就是这块地是我们家族的 人比较多 所以不同意我们不会同意那个 首先是这样可以是这么嘛 就是这个地 没有您看一下好不好 真的是去看一下这个咯 好吗 没有商量的 没有商量的 一定我们不会同意的 您好 你好 那个我是在咱们下边去养这个澳洲淡水小龙虾的 然后因为就是明年想扩代一下咱们的这个养殖的基地 然后这块地还是蛮不错的 您看一下可以就是说租这块地给我们吗 我们大概就是需要租个十年 我们大概就是需要租个十年 因为我这块地已经生甲这个绿植啊有黄菊啊就不能租给你们了 因为你们人生也太长 那您再考虑看一下就是其实这个养殖这个的话也是对于咱们村庄也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也会给农民多一些的收入的多成收益嘛 您看可以吗 我现在没时间了 我现在要一起工作 那行吗 那好 我要赶去见了 看他年轻比较年轻 凭他一纸之力 我不太相信他说的话 找地块接二连三地被拒绝 几乎成了压垮无数胜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有些心灰意冷 没想着重新再去买重新 重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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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累 他其实比较内向 他如果很难受 他也不会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跟你说 他会一个人扛着的 养殖小青龙无数胜是当地第一人 在姐姐看来 弟弟一路创业走来 很是艰难 他第一次接触这个虾的时候 是在成麦福山那边 当时那边的环境特别差 刚接触 技术也不是很够 然后有一次 那个糖出现了问题 虾也死了很多 这个虾对水质要求很高的 如果你的水质不好 就会死 然后他就去琼海那边 看了一个虾堂 决定搬过那边去 因为琼海那边 他那边普遍就是养虾的 但是他那边是养白虾 像我们这个奥龙很少 之前养过的就跟他说 这个东西养了没什么市场 即便大家都不看好 已经投入了大笔资金的吴书胜 还是咬牙坚持 幸运的是 吴书胜的坚持并没有白费 我一路看着他就从虾生病 产量不高 各种问题 然后他现在已经一一攻克了 这是这个海风的原因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糖里面还有虾在 然后他技术也在 还可以继续生产 我现在去饲养这个呢 是澳洲淡水小龙虾 夏天空一样的颜色特别的蓝 它底部的底板 特别的白亮 特别的嫩 它的这个虾肠线 特别的干净 这个就取决于 在咱们这边去养这个虾的时候 要求的水质 然后咱们的底板这边都是非常干净的 所以才会养出这么好的一个虾 有了家人的鼓励 重拾信心的吴书胜 决定打起精神 再努力一把 这一天 吴书胜来到一片小虾堂前 这片虾堂是同村的一位年轻人养殖的 阿柴 宋哥你来了 怎么样 最近养这个虾有什么问题 最近我在养这个 你看这个鸡堂 我发现几个问题 这个虾换壳 那前几天要需要注意什么的 给它补充什么 用物理来去防护它们吗 其实它这个在换壳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喂一些炸鱼 给它 然后在我们这个堂底下 我们要给它增添一些躲壁物 比如说种些水草 这个水草是也可以供它进行去食用 也可以供它在换壳的时候进行去躲避 以免虾吃虾 阿柴名叫苏文柴 也是村里的返乡创业青年 当初看到吴书胜回村养殖小青龙 觉得很有前景 就主动跟着吴书胜一起养殖 每次遇到什么养殖问题 他都会向吴书胜请教 长着草比较貌密的这一块 怎么要及时的去除草 把这些草给除掉 全部除了 对 以免它生长得过多了之后 就是去占这些养分 真不好意思呀 每次有问题都要朝你 带麻烦你了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的 只要你能把虾养好了 这个都不是事 在养殖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会碰到的问题会有很多 但是你把它记录下来 我过来的时候 我当面的去指导你 在养虾技术这个方面 一直都是它一手一步来 教我们养起来的 所以它对我们的帮助 是很大非常有意义的 如果没有它的话 我们几乎都养不出来这个虾 每当村里面的小伙伴 去找我了解这个虾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感觉 自己的目标又朝前迈了一步 今天走了一步 明天又走了一步 慢慢的 离子的目标就越来越近了 苏文才养虾的事情 让吴书胜更加确信 自己的努力是有成果的 养殖小青龙的产业 无论如何也要坚持坐下来 当务之急是扩建新虾堂 但地块的事又该如何解决呢 普通上再改一下 有些深度 一个是年线 你怕我第一道小 都送不了田 对吧 有没有兴趣过来一起来去养 把这个项目给去做蛋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吴书红是福安村党这部书记 当初吴书胜决定返乡创业时 吴书记非常支持 大事小事 吴书记都会帮忙协调 如今新虾堂的扩建遇到了难题 吴书胜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向吴书记求助 这样吧 就看下明天什么时候 我就我们两个 集到他们家里 我帮你们做工作 有人在家吗 有 你好 就是算是跟您沟通过 就是想住咱们这一块地 来养殖这个虾的 然后就实际听说了 然后实际说来看一下 是什么问题 刚开始的时候 你有什么固定不想住的 你住那个时间太长了 以后想种什么就种不了 还有就是 怕你那个小龙虾出来 影响我们那个庄家 这个我们已经高通过了 因为这个年纪太长了 就是说你以前这些西年 它已经跟你说西年 现在是五年 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它这个小龙虾 它养的小龙虾 也不会破卫那个庄家 就看你们出那个地儿 挖了挖带生啊 挖生啊 挖那以后种不了什么呢 你这边都需要你在河东上 对吧 你再给 他就提出这三个问题 都需要你把河东上再改一下 对吧 有些深度 一个是年线 尤其怕到时候跑出来 引民想 中家 到时候再把河东 你顺好了 到时候再给农户看一下 在吴书记的帮助下 农户终于愿意相信 眼前这个年轻人了 这个因为是家族的人很多 然后 他说他一个人也做不了主 我们要去 我们那个反向大学新鬼来创业 这个也是我们同村的人 对吧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是拨蛇 养那个小龙虾 澳洲小龙虾 这个对土地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要去一起他们 你怕挖地到时候 最初种不了田 我就叫他把挖到八十 到时候免生到了 要是不愿意去做 到时候再叫他恢复起来 也可以 后来经过我们军会 在干部跟他 就是个别的农户 就是协调 还有跟他做工作 就同意了嘛 现在年轻人多了 也没以前多了 因为养那个小龙虾嘛 以前都在打工嘛 都在外面嘛 通过他们的努力 可以让村民 收入拖延化 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总是会大力吸引它 新虾堂找地块的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 但扩建又面临着 人手不足的问题 如果能够联系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大家都回来创业养虾 那产业很快就能做起来 吴书胜马上想到了一个 在外地打工的朋友 王万小 好的那行 我等你能回复吧 行 好 王万小委婉地拒绝了 吴书胜回村 一起养虾的邀请 吴书胜也理解 他拒绝的理由 因为小青龙 在市场上的忍制度 并不高 大家对于小青龙 都不太了解 吴书胜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来打动王万小 来 万小来了 坐 坐坐坐 这些都是你养的吧 对 我现在就是养 养这个傲龙 不知道吃起来怎么样 这个蒜蓉的吃一下 对 吃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想法 就是说回村了 咱们一起去把这个项目给去做干 养殖的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虾它养殖呢 是挺好养的 然后就是它生长周期 是需要六个月 这个箱呢 它是洗暖怕冷的 像一些在省外的话 它们只能养一茶 但是在于咱们海南 这边可以养两到三茶的 这个利润挺可观的 吴书胜努力介绍着 小青龙的市场和优势 虽然对于小青龙的口感和品质 万万小很认可 也对小青龙的养殖 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但它依然没有答应 新虾堂的事必须提上日程 眼看人才眼尽还没有着落 吴书胜又把目光 转向了自己的表弟吴书鸡 有没有兴趣过来 一起来去养这个奥龙 它这个虾的话 我要是想养的话 它销路的话 这方面的话会不会 这个渠道我们都是有 比较稳定的渠道的进行区采购合作的 我这边可以帮你去解决这个小路 让你解决后顾之忧 主要还是多深入了解吧 也不如说立马放机那边 我做之前自己做的事情 然后一下子就回来 所以说还是要多深入了解吧 表弟吴书鸡虽然没有答应 但愿意过来帮吴书胜渡过难关 吴书胜扩建新虾堂的事 终于可以推进了 这一天 吴书胜收到了朋友 王万小的消息 和他沟通了这么久 他正于同意回来 跟我去试一试去养虾了 所有的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坚持坚持再坚持吧 吴书胜的新虾堂即将开始动工 他也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虽然未来还有很多无法估量的事 但吴书胜一定会和村民们一起 坚定地走下去 为自己家乡的建设与发展 出一份力 我走出去过 我也看过外园的世界 比起在外园把企业做大 我更希望围村帮助有志青年 一起把我们村建设得更好 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 三农群英会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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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